今天來為大家介紹全自動切肉機 WHS-D2C的操作模式 首先我們先確認電源開關是在關閉的狀態 然後切換把手置在手動的模式 確認完之後再將電源插上 插完之後打開電源開關 這個是手動的模式 肉品比較多的時候我們就切換回手自動模式 切完之後我們再把它揮揮手動模式 現在我示範夾肉 肉品溫度建議是在負三度到負五的問題 因為如果用低於這個肉品溫度的話 容易造成我們的刀片損耗跟齒輪箱的損耗 會造成一聲 先將我們的T型夾具往後推 再將我們的壓護塊往上拉 放入肉塊 將T型夾具夾回到適當的位置 再將壓護塊往下放 鎖緊 避免 這個動作是在避免說我們切肉的時候 它的肉塊會上下跳動左右 放動 固定完之後 然後 這是我們的刻度旋鈕 1代表1mm 2代表2mm 依照我們公司規定的肉品厚度去做調整 調整完之後你可以手動切肉試看看 那確認 OK沒問題之後 再半圍全自動切肉 那 在切換這個把手的時候 建議不要切換在中間的地方 盡量慢慢推到底 或者是直接推到手動模式 不要切在一半 因為這樣的話 容易造成我們的波擦硝冰 還有我們的蝶王跟輕品的消耗磨損 那如果我們單純呢 我們只要換肉塊的時候 建議 我們就是用這一個切換桿 來做切換 換牌子 那如果我們是要換肉塊的話 那就一定要把它切換掉 我們不要常常去開開關 這個東西 如果常常開關的話 你的電容跟你的切換開關 它容易循環 所以在換肉塊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關掉 那如果你是換肉塊的話 都是建議用這個切換桿來操作就好 大概示範完畢 清潔之前一定要確認你的開關是關的 你的把手是在一個手動的狀態 它我一定要把 好 這是非常重要 安全上的一個問題 研鏡 我們用大量的清水或者是 大量的泡厚水去掀洗它 因為這樣容易造成我們的 齒爾江的益生損耗 以上的操作模式大概是這樣 那有問題的話歡迎來電泰晟 0226187136 謝謝大家